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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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 這個 你好 可以先介紹一下自己嗎 你好 我叫William 我名字是廖啟維 從事後端工程師 有四年一半 然後前面幾年 使用的語言是PHP 然後後面近幾年才轉成 Node.js 詳細加技術部分還是 沒關係啦 技術部分就不太重要 技術部分已經有那個 技術的已經辨識過了 我們現在就是比較一個自由的 算線量嗎 可以 你可以講 比如說你有什麼興趣愛好 好 我先講我自己 自己的興趣那些 今年Mairo29歲 然後 大概在上禮拜才剛登記結婚 哇更有神奇 對 要那麼地條嗎可以嗎 不是你就講你想講的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 我興趣愛好其實 我比較 比較沒有特定的興趣就是 就是 平常假日也是常常跟我老婆混在一起 然後 那是我老婆之前 我是喜歡跟我高中同學 因為我住在桃園 對 然後我通勤了有四年半的時間 就是我每天都是開車上下班 然後通勤大概有四年半 然後 我蠻喜歡桃園的 所以 假日的時候都會跟 桃園的朋友 一起鬼混 其實興趣也就是幾個 臭男生在做 就是 賭博 他打麻將 喔 對 蠻喜歡打麻將的 然後看電影啊 什麼什麼的 你的賭博是有麻將以外的品種 還是就是 撲克牌 不知道撲克跟麻將 打德州啊 牛牛之類的 那都是 小賭儀情啊 你打德州 你知道那個 錶嗎 錶 呃 所以你是不知道的 對 就是說你不知道 每個排行的 那個勝率是多少 誰打誰 然後 其實我們 朋友之間 比賽不會那麼認真 其實基本上 古爛巨落 所以也不會去 特別記勝率 因為 我知道就是說 你並不是科學 打德州 對不是科學 我基本上是古爛巨落 就是可能拿 二二三三 然後就是壓 一直壓一直壓 一直壓 是你自己這樣 還是所有人都 我們基本上 所有人都這樣 就是 那這樣的話 只要當中有一個人 去努力的學一下 那些東西的話 不就可以用這個 大賺七錢 但 玩的都是彼此朋友啊 就是 對啊 可以賺朋友的錢啊 我們 可能 沒那麼 不著重力在一起 我們總是在於過程 那你們玩的很小 但我們玩很小 滿小的啦 就是 大概幾百塊而已 也不會玩很大 就是 我們其實重點就是樂趣 然後 虎爛朋友 欸你們是那個 有上限說 每次都要帶多少入場 還是說你們是可以隨便對一次的 其實我們 玩法很特別 就是很像小朋友玩那種 就是 我們會發籌碼 然後只要你自己的籌碼 輸掉了 你就丟300塊出來 強過籌碼輸掉就丟300塊出來 每次全部輸掉就丟300塊出來 每次全部輸掉丟300 對 所以這個不太會輸太多 對 不太會輸太多 就是最贏的人拿到 剩下的人全部300 對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 300300叫做玩笑玩 麻將也是 麻將也是小玩 因為基本上 我滿享受跟朋友相處的事吧 所以 其實輸或贏都不重要 我有一個朋友都是 專門賺這種錢的 聽說一個月可以賺幾十萬 你說跟朋友還是有去外面唱 跟朋友啊 就是跟朋友玩麻將 哦 就是 因為他說什麼就是 呃 其實德州也一樣啦 本來就是一個 大概長期 這個 勝率 可能是個 五六十他的 應該是五 應該是大概是 五十五到六十之間 哦 反正就是他不會被發現 他一直在贏大家的錢 哈哈 就麻將的話 可能他剩下六十的話 大家也不會發現 哦 就是說那個 就大家不會發現 他一直在贏大家的錢 是啊 但 我覺得 變成那一種 系列排行玩 我覺得 因為平常上班都在用腦子的人 就是 週末就想放鬆 也不會特別去說 計算勝率什麼 就是隨便玩玩 也不會去思考太多 甚至連麻將也是 對啊 因為 我們加熱相處之間 大概是 其實我們大概幾個禮拜 才聚一次而已 就是去其中禮拜六 嗯 然後就是大家閒聊啊 然後又打打拍 聊天 這樣子 最大的興趣 就是大概是這些 嗯 理解理解 嗯 嗯 那你覺得就是說 像 比如說你今天來面吃啊 嗯 然後就是 我就比較晚到 這樣的話 你會覺得說 這個 不太公平之類的 不會啊 因為 呃 說實在的 身為公司的CEO 我覺得 如果 時程上 可能會有某些事情 但我覺得是可以理解 所以我覺得 沒什麼好 去特別想這件事 所以你認為 社會上 有些人就是 比較忙碌 有些人就是 事情特別多 然後 就是 他們就可以浪費別人的時間 也不至於浪費啦 你就可以要別人 沒有啊 要別人等他 那就是一種浪費嘛 那是因為 你沒有太多事情要做 才不覺得被浪費啊 那如果真的是 剛好接下來有事情 很急的那種事情 那會感覺會 不是不是 我現在意思是說 就是因為像你平常 週末還有時間打麻將 就你的時間沒有用滿嘛 就是說你一個禮拜 有一些時間 你本來就有一些 休閒的時段 是 因為時間沒有用滿 所以你就會覺得 沒有被浪費到的感覺 但我會說假設今天是 嗯 就是你可能連 週末打麻將的時間都沒有 就是說你的 譬如說假如你今天 所有的時間都在開發的層次了 那你可能就是 我知道怎麼舉例的 就假如說你就是 嗯 寫一小時而扣了 就是可能一千塊或兩千塊 就是很多派電 可能不會那麼想 假如說寫一小時而扣一萬塊好了 那這樣的話 你可能就會覺得 這實在是 這個工作實在是太賺錢了嘛 然後你可能就會 會想要花很多時間寫扣的 嗯 然後 你這個時候如果說 假設你跟一個朋友 也不是講朋友 應該想說好 只要你跟某一個配合的廠商 約了某個時間 然後跟他談 然後但是如果說那個 就是你 跟他談的時候 就是你 DELAY了一小時的話 你就會少賺一萬塊 確實 這樣就會有那個感受 對 如果真的有那種成本存在的話 真的會 會有 感覺浪費時間 對對對 所以其實 也就是說 浪不浪費時間 其實取決的不是時間 而是取決於 它帶來的效益 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說你的 就是 呃 就是說假設你的時間是夠貴的時候 應該說好 知道怎麼講 應該說是一般人的時間 都太過便宜 所以一般人 並不會去想說 我的時間 有沒有被浪費 然後 這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我的想法是 我可能會抓 假如我跟廠商 會談 會DELAY 我會把 我在 我知道我明天會跟廠商談 然後可能 我會把DELAY的時間也抓進去 不會預想自己 會有空那個時間 沒辦法賺錢 對 我可能心理上就不會那麼 覺得浪費 對啊 可是我現在說那是 但你就是 那這樣的話你就會覺得說 那個廠商的合作以後 要有夠讓你賺回來 嗯 就是說 如果你跟這個廠商談 然後 假設談得很順利 也許之後會讓你賺多少錢回來 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當然就可以接受這個DELAY 哦對啊 對嘛 但我現在說其實重點 都不是在於時間 有沒有被DELAY到 而是在於它能不能帶來利益 就是說今天 所以那個東西也不叫浪費 浪費 浪費是取決後面有沒有成交 好 譬如說今天有一個人要給你 談一個什麼一千萬的開發 嗯 然後它就算DELAY三小時 然後它遲到三小時才到 但只要它最後有成這樣 你都覺得這個DELAY三小時也無所謂 確實是嗎 但是問題是假設說今天它DELAY三小時之後 然後最後來了就說 哦我們絕對沒有要做這個案子 然後這樣的話 人家 你就會覺得說幹這什麼 什麼狀況這樣 就是我意思說 就是 所以浪不浪費其實是取決於 效益有沒有發生 就是說如果 因為我們先不要把 就當然賺錢不等於效益 但我們為了簡化討論 我們先打色 先假設賺錢就等於效益 嗯 那如果是這樣來講的話 其實講白就是說 只要能賺錢的話 就是其實 大家都不怕時間被浪費 嗯嗯嗯嗯 或者說其實大家就在做一個 最佳化的這個 排程 嗯 然後要讓自己的賺到的錢 是越多越好 嗯 就是 就是說其實是這樣 了解對 所以你覺得人類社會 其實是 嗯 只存在效益 不存在公平 就是大家在想事情的時候 其實都是用效益在想事情 並不會用公平在想事情 嗯 我覺得對啊 人 可能就真的是自私的 就是只會 也不是說自私啊 就是說像之前有一個實驗嘛 他是說那個 譬如說假設有十萬塊 然後一個人決定怎麼分配 然後另外一個人決定 要或不要嘛 然後他可能就會說 譬如說九一分 就我拿九十萬你拿 欸我在講什麼 十萬你拿一百萬好了 一百萬我拿九十萬你拿十萬 然後 然後你就會 你只能決定要或不要 嗯 然後如果你決定要的話 你就會拿到十萬 嗯 但是我就會拿到九十萬 嗯 那如果你決定不要的話 那 你就什麼都沒有 然後這個實驗反正是據說嘛 就是那個 大部分的人都是會拒絕 就如果說那個比例很不均衡的話 就他們會覺得說 幹這個 對方拿九十 我現在如果是拒絕的話 可以讓他損失九十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 就是拒絕讓對方損失九十很爽 這樣子 但是平凡不拿 還可以拿那個十萬 我覺得是我會拿 對對對 你是少數的那邊 不是說沒有人會拿 你是說 大部分的人類 我們要討論人類嘛 大部分都會 大部分都會說 那個要拒絕這樣 拒絕就是連對方也拿不到九十 OK 對 要懲罰對方 因為這個分配不公平 因為我們兩個是一樣重要的 我現在拒絕他就拿不到九十 然後大部分人就會覺得 那個懲罰對方比較爽 你說可能兩邊的人就是一樣 付出一樣多 但對方沒有 也沒有付出 他們是做實驗嘛 實驗當然沒有付出 或者是一些很小的付出 就比如說叫你疊 疊負荷牌疊成三個 比如說讓兩個人同時疊 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然後就是疊完之後 比如說有一個人先疊 一個人後疊完 但這是不同的實驗設計 但我說假設有一個人先疊一個後疊完 就是說先疊完可以決定分配 然後後疊完的人就是 就可以決定那個 就是 就是 要不要接受 或者說是你可能是兩個人合力疊 然後但是有一個人是負責疊第一層 然後另外一個人負責疊二三層 然後可能二三層比較困難 或怎麼樣 反正我意思是他就是有一些設計嘛 然後重點是說 有一個人就決定了那個分配 然後另外一個人只能決定要或者不要 然後 那個決定要或者不要的時候 就是 呃 怎麼講呢 就是說 就你在決定要或者不要的時候 你就有兩種思考 一種會覺得說 呃 我 就是說我們兩個應該都是實驗 就是說都是實驗的 就是說反正會覺得說 我現在跟你應該是平等的 啊 就是說我不要的話 就可以讓你拿不到那個 就是70好了 反正有限70在那種 反正就是說我不要可以讓你拿不到那麼多 然後所以他們就會選擇不要 那只有少數的人會選擇說 我這是白賺的啊 所以我現在要一定是最好的 對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對方拿90 也不會讓自己損失什麼啊 對對對對對 不會讓自己損失什麼 對啊所以就是本來經濟學的假設 應該大家都要拿那個10或者20 對啊對啊對啊 因為就是拿的是 呃 是沒有什麼不利的 對 然後可是那個 呃 就是 就是實務上測出來是很多人都會選擇拒絕 是不是這種也算是這種比較心態 嗯 對啊一個是比較心態吧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是說 因為 如果大家都一起拒絕不公平的分配的話 那以後那個提分配的人就不敢提那麼不公平的分配 算是一個制裁 就是 對對對 他會想說就是 假設現在 全世界就是 所有在玩這個遊戲的人可能有一萬人好了 嗯 然後這一萬人如果是那個 就是 選擇接受或不接受這些人都串聯起來 嗯 大家都一起說我們要拒絕 嗯 那這樣的話以後提分配的人就 不敢了嘛 因為 就是說假設這個實驗是有 一萬個人參與 一萬組啦 嗯 然後可能是第一組彈完之後 就說人都是看直播 哦 然後第一組彈完所有人都會知道結果 嗯 所以第一個人彈 然後你說 呃九一分 哦我不要 好那這樣的話可能後面第二個人彈完就不敢提決 因為三個人還覺得不敢就被拒絕了 哦 然後第二個人就說那不然八二分喔 然後不要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可能大家 就是說大家如果都看到了這個 前面組的談判狀況 嗯 然後後面組人就會害怕 說這個我如果提一個不公平的分配的話 會被拒絕嘛 嗯 所以就是 就是那個 大家就會想要提一個比較公平的分配 接受對我有利接受對我不利 嗯 還是你應該要幫後面的人想 因為假設我們把這個情況弄得更極端 嗯 就是說 嗯 假設他是只有發一組 嗯 就是說或者他是有限量的 嗯 就是說我們就是有成交十組之後就不玩了 嗯 就雖然我們就有一千個組在排隊 嗯 但是只要一旦有十組成交之後後面就沒得玩了 那十組就接受那十萬後面就沒得玩了 對對對就十組接受後面就沒得玩了 對 好殘酷喔 沒有啊就也沒有很殘酷啊 這非常的就是符合現實 社會性實驗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社會性實驗就是真實在事業上有發生的 確實 就譬如說假設今天有一個投資人嘛 嗯 然後他問我說 啊我投資你們公司可能一億好了 嗯 然後但是我要持股90%了 那這時候我要不要接受 你以後我在講什麼 我知道我知道 那我接受的話我就有10%嘛 嗯 那我還是賺了一千萬嘛 對啊 可是我如果 嗯 就接受這樣的地有的話 那就等於是在讓以後創業的人都只能達到10% 就是讓他們習慣了 對 我覺得 以我來講 我會看 因為有很多層面考量 我會看自身的 有沒有很缺 這一筆錢 以自身的狀況來衡量 如果假如是 沒有沒有你那個就太賴若化了 但是因為 像我這樣講嘛 那你也可以說如果這個時間是10元的話 可能9億分你就會拒絕了 因為你那個不在意這些錢嘛 所以完全不考慮 他價錢帶來的幫助之類的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你到底是應該為你當下想 還是你應該要把所有在排隊的 然後被分到是接受或不接受分配的這個陣營的人 都串連在一起 就把搭桢成一個整體 嗯 了解 因為其實想這個問題你有三種想法 一個是我只考慮我個人 一個是我考慮到所有跟我這個陣線的人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想的是全部的人 跟主辦方 因為全部人跟主辦方也是一種對立關係嘛 如果大家拒絕主辦方就不用發錢了 那如果大家接受就是主辦方 就可以多發一些錢 就假如他沒有限量機組的話 這個當然是不同狀況 但我現在只是說 就你在考慮事情的時候 你有三種角度在考慮嘛 一個是你考慮你個人嘛 對 一個是你把所有跟你在被接受方的這群人 都當成一個group在想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你把所有的人在 放在一起想 所有的受試者放在一起想 嗯 然後你要去最大化哪個的利益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些心理學或經濟學的實驗 他其實都得到的結論都是 嗯 就你不能說這個叫做人類不理性 或者是人類很在意公平 嗯 因為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大家在選擇的時候 大家grouping的方式不同 嗯嗯嗯嗯嗯 就是事實上假設機器人嘛 嗯 機器人都是理性的 嗯 就是因為如果你都可以寫出程式了 控制的這個機器人的話 你經濟學上面 你不可能是說機器人是不理性嘛 因為不然你這樣理性沒辦法定義吧 對啊 理性應該說你有一套規則 你一套規則做決策 就叫理性 嗯 那我現在說一個理性的機器人 在這個遊戲的時候 嗯 他還是會面對一個問題是 他要grouping什麼 嗯 結果他到底是要把個人效益 作為他的function 還是他要把這個 就是 所有這些人作為他的function 還是他要把那個 所有的壽事的作為他的function 嗯 這樣就會 得到不同的答案 嗯 了解 那現在就問你說 你覺得怎樣grouping 比較合理 怎樣grouping 就是我們在做思考的時候 我們到底應該考慮我個人的利益 是 比較好的 考慮方式 還是我應該要把跟我同樣的 label的人 考慮在一起比較好 如果以目前做話來講 當然是以同樣的label 我覺得是以整體的 大家來去想會比較好一點 那整體這樣的話 你也可以把那個其他壽事也涵蓋在內 就所有壽事的都是同一個group 對不對 對 對阿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 大家都是一體的 那如果所有壽事都一體的話 那其實就算什麼991分 你也應該接受 因為可以讓另外一個人賺99萬也很好 好 但我覺得 但我覺得 以不同層面脈如果 都不考量的話 我覺得抵制這種不公平性好像也是合理的 抵制不公平性的話 你是把那個接受方當成一個group 結果你等於是跟所有要接受或不接受的人 站在同一個陣線 對對對 對阿 對阿 我的想法應該是這個 對 所以我現在說 可是為什麼你是把接受不接受的站在同一個陣線 而不是把實驗受制的 站在同一個陣線 因為你認為他在模擬的實驗就是 要分成這兩個狀況 就是說因為 就你沒有把 就你希望 就我知道 因為你覺得應該要對做實驗的人公平 對啊 就如果他今天做這個實驗 然後結果你就故意搞他 說我們所有的被實驗的人都團結一致了 對啊 這樣這個實驗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他等於是 撒幣而已 就是他就是把錢撒下來 然後他不會找到任何知識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就是一個無意義實驗就是 對阿 所以這其實只有兩種啦 就理論上如果說我們要尊重實驗的話 就你只能選擇你要跟其他的 那個接受方在同一個陣線 還是你要考慮你個人會拿到多少這個錢 可是問題是如果是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 對啊 那這樣的話就會 就會取決那個人數的多寡 就假如今天做這個實驗的時候是十個人 然後咧就是跟你同陣線的是五個 然後所以 然後就是你可能就會想說 你如果現在前面不接受 然後咧 那個後面的人可能可以拿到六四分之類的 因為假如說你要想嘛 如果最後一組第五組了 那這樣接受方的這個權力就很大了 因為我不接受的話 那你們那邊的都什麼都拿不到 那所以就是說等於第一個上台的 對方提出九一分 你就說不要 這樣的話可能後面上台就可以拿到八二分之類的 嗯 對啊 我是說就是 但是 嗯 如果說是 人數超多的時候 就假如說今天我 那個這一組有一百萬人 嗯 那你可能就會想說 幹一百萬人咧 我他媽的 我接受不接受 我也不可能分到後面的利潤 嗯 對啊 那我還不如現在先接受 先領走這個十萬 就是 要說現在開九十萬十萬 你一定就會想說我現在領十萬不會吃虧啊 好像是 對啊 嗯 因為這個就像我們在討論選舉 買票什麼的 嗯 就今天選舉買票就很像這個遊戲啊 今天 就是說 嗯 我們就假設啦 就是選上總統的 那個是可以合法貪污的狀況 嗯 就是 因為雖然貪污是非法的 但我覺得這個沒有意義嘛 我認為他實際上就是 應該要合法 保證他就是合法的 嗯 就是 這我個人觀點喔 我之前在那個 國英有講過 嗯 對然後就是 嗯 就是說 所以 我們先假設總統選上 就是可以貪 就是可以污一堆錢 然後所以這樣的話 選上總統這件事情 會讓你可以獲利很大 那你 但是你為了要選上總統的話 你就要組織群眾把票投給你 對 所以這時候你就需要買票嘛 嗯 你就需要把你的那個大餅 拆一些出來 嗯 然後 就是來跟這些人談判嘛 嗯 那我會說假設那個 國家的選上總統的大餅 可以污到的錢的總額 除以人 人口數的話 可能平均每人可以分到一百萬 嗯 然後 嗯 我們先假設是這樣 嗯 然後如果是這個前提的話 買票一張十萬 那其實就是九一分了嘛 因為我 我一個人是值一百萬的 然後我說十萬買你投給我要不要 其實這就是九一分的意思 嗯 對 或者是說我就講嘛 反正選上之後我就會分十萬給你 我就是買票 嗯 這是叫政策買票嘛 嗯 我說我選上之後 普發美人現金十萬 嗯 競選政見 嗯 對 假設這樣的話 對 然後就是 嗯 就是 那我意思說 就是這個狀況就是九一分 嗯 那我會說這個九一分的狀況 如果是一個買票的買手 他還跟你談的時候 說你要不要投給我 十萬 那你在選擇要不要接受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因為我拿這個十萬 很划算 嗯 那我這一票如果我現在不賣他 對啊 那我投誰也不會影響結果啊 因為我就買票啊 對啊 確實 所以就很大概率會賣票給你 嗯 還是說你會堅持說 不行 就是不能賣票 因為我們要選出一個強的領導人 我要選出一個對的領導人 怎麼可以把我的票就這樣十萬賣 對 這裡一定沒有標準答案 呵呵呵 如果是我的話 沒有題目是有標準答案 對 一切都是價值的選擇嘛 就一切都是選擇啊 對 但是沒有標準答案 就只是說 你會選什麼 就是你到底會選擇 我就賣票 還是說 你會覺得說 不行不行不行 這個選舉太正義了 我們一定要選出一個最優秀的人 而且 而且我跟你說 你要考慮一件事情 就是說 嗯 就是有可能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說 怎麼講 就有可能你想的跟大家想的還是不一樣 就你覺得說 選舉就是要選一個優秀的領導大家 然後可能你太天真了 因為實際上大部分人的scenario 都是覺得說 選舉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選上來分章 然後我們就看能分到越多章越好 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有可能 那個 大家其實的認知都是 那個 就是 本來就是在玩一個分錢遊戲 對 就本來就是在玩一個分錢遊戲 對 如果 真的不影響 假如真的撇開選上了 會影響國家 沒有 可是他就是會影響 會 真的會 他可能只是很懶之類的 是不是 就一定會影響 一定會影響 整個國家的未來 當然了 一定會影響國家的未來 如果把這個考量進去 當然是會 拒絕 可是 問題是說 你 起碼證明我 我覺得 他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向自己證明這件事情 對對對 可是問題是你的拒絕 沒有影響 不會影響結果 不會影響結果 慢慢的走向他 那個十分快的路了 對啊 就是說 我們堅持 正義 我們堅持要選一個 優求引導人 但是這對我們個人是不利的 如果選一個 分章大師 也不是啊 就是說 反正如果也是能分到章 你就把票做給他 你就可以分到十萬 就比如說 我現在成立一個十萬 十萬黨 我就說 這個十萬黨黨員 然後 每個人就發十萬元 然後 看有沒有人 但是就是說 希望大家把票投給我 那我就可以選上 那這樣的話就是 那個 這個 十萬黨 對吧 要不要加入十萬黨 加到十萬黨 已經連任十屆總統了 因為這個分章的威力太強了 所以 假定就是 你一個人完全不可能會影響 整個大局勢的話 對對對 可是你還是可以堅持說 自己的原則 對啊 你覺得選舉應該要選出最優秀的人 我為什麼要來玩這個分錢 就為什麼要拿十萬 然後就 就 就對啊 就是 就為什麼要接受這個十萬 我應該是要把票投給一個優秀的 就算我不會拿到半毛 就是 也不考量我有沒有缺這十萬 完全 這不在因素裡面 對這個不能在因素 因為每個人缺不缺那個都太複雜了 對 如果以這種考量的話 那我就堅持啊 堅持不投 堅持不投 對啊 因為我根本不缺這個利益啊 對 我不缺這個利益 為什麼我要同一個合物 所以 所以我知道 沒有你這樣就還是有巫不巫的概念 就是我意思是說 你這就是 表示你是有道德原則的 所以你要把道德拋開 不是不是不是 道德不用拋開 我現在只是在說 人到底該不該有道德 人該不該有道德 就是人到底應該要唯利是圖比較好 應該要有道德比較好 就是因為唯利是圖這件事情 他 就是 就有些人但你覺得他是負面的 但唯利是說他 他有可能比較有效率啊 只有因為 就是說 唯利是圖才選得上總統 就比如說 我這個十萬黨黨員 每個人都唯利是圖 這樣反而比較方便 因為我就說我選上分錢 大家就會打票給我 就不用去什麼選拉票啊 我也不用辦肇事晚會 我們十萬黨欸 不花錢辦肇事 那都在浪費錢啊 那肇事 那肇事 大家就是到時候 那天投票日的時候 按下張蓋下去 然後就等著爽爽分錢領十萬嘛 那投什麼 那個就 投票要去投 照什麼事嘛 那都在浪費錢嘛 不用肇事 他怎麼文宣都不需要印的嘛 像古時候選舉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那個 插旗年代 就是他們會做一堆競選的旗子 然後到處插 然後 現在沒有 因為好像說什麼不環保什麼 其實就是大家都想省錢嘛 就是各政黨都想省錢 然後就說 那我不要插旗 互相不要插旗 對 然後就是 就是避免這個 要插就變成每個人都插嘛 都在浪費嘛 都在浪費嘛 不然都不要插嘛 對 然後我就說那個 對 但是基本上就是 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十萬檔 大家都是為了拿錢 的話 那就顯然這樣會很方便 我意思就是說 就是這樣就會 都不用做那些額外的行銷了嘛 但我覺得只要有一個人做了這件事 就是不拿十萬 你堅信這件事可以被推翻 對 我覺得周遭人一定會有像跟我一樣存在的 他會覺得說這個人 呃 他可能就 是 怎麼跟我們做的不一樣 然後就是 我覺得他 一定會感染周遭的某幾個人 然後就在某一天 不拿十萬的人 越來越多 對對對 然後就把他推翻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只要有一個人 堅持住 那 我覺得都有可能 去推翻這個結果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當然是如此啊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不拿十萬 如果真的都 不管那個金額有沒有需要 或是有沒有幫助什麼的 如果真的都拋開那個 那我就是堅持 我不拿十萬 對對對 那你覺得說就是那個 嗯 所以其實我知道嘛 就你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其實選出一個強的領導人 選出一個有能力的領導人 其實對國家還是更好的 一定啦一定啦 對 對啊 對 就是 呃 不知道你對我們公司有沒有關注啦 就是說我們最近想要辦一個 叫做董事長選拔比賽 對 哦 這個沒有 就是說反正呢 就是我覺得就是以後我們公司的這個 董事長或者說老闆 應該要一年一任 然後要每年辦選拔 然後就是那個 要選出一個有能力的領導者 來領導大家嘛 哦 對對對 就是說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等於是我們 就我們就想像我們是一個國家啊 其實講白就是一樣的邏輯 嗯 只是因為國家 呃可能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嗯 因為國家他是牽一髮動全身 嗯 所以他不能亂改制度 嗯 所以現在民主已經用很多年了 嗯 然後可能在西方世界用了幾 上百年 嗯 然後所以他們就覺得民主是一個不錯的制度 嗯 他不見得會改 嗯 對但是呃 公司是比較小的單位 嗯 所以公司其實是可以改的 啊 對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公司呢 想要改制說 好我們現在要用選舉制 嗯 譬如說所有員工用民主的方式 嗯 投票選一個老闆 嗯 對 然後 這樣也是能做到 但是只是說 做這件事的話 會有一個 問題就是 就那個十萬黨就會出現了 哈哈哈哈 那說那好啊 大家選我之後 我把公司的錢就發給大家 平分嘛 啊 然後我就把公司的錢 平分給 投票給我的人 啊 然後每人發 假設公司有一千萬 搞不好每人可以發五十萬 都變五十萬黨了 因為我們公司現在資本有四千五百萬嘛 啊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 呃就是分贓黨 他要選公司老闆的話 他說我一上任呢 就把四千五百萬 處理公司員工 了不起四十五人了 啊 每人可以拿走一百萬 大家都服務長 太棒了太棒了 那我覺得大家會不會想說 這個就是短期利益 跟長期利益的權責 是啊 是啊 但是問題是你想啊 今天你選一個 這個分贓黨上來 然後當老闆 然後他就把公司的四千五百萬 每人發一百萬 嗯 這樣不是就超爽嗎 我是說 對大部分員工都會覺得 我可以立刻獲得一百萬 是超爽的 所以 所以民主投票就一定不可行 嗯 我是指說 如果我們公司是要用民主投票 讓員工投票 嗯 來決定 這個 誰當老闆的話 嗯 那這個就是 絕對不可行的 嗯 因為這個的結果 就會導致一個 分贓 最會分贓 或是 就是 反正就等下說很會喬嘛 啊 就他分贓分得很好 讓大家每個人都很開心的 這種人就會選上 好老闆 但是我會說 這個就是對公司是不利的 對 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們要想一個新的制度 嗯 然後可以那個 避免這種分贓 分贓的行為 就是避免分贓黨上位嘛 我們要選出一個是 真的有能力 可以把公司進一好的人上位 嗯 就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 比較 好的方式嘛 那為什麼不直接去做約束呢 做什麼約束 你說不能分贓 對啊 那你就跟說不能買票一樣啊 都是無意義的 不能買票還是可以買票 不能分贓 你可以加薪啊 就是用另一種形式 對對對 就是你 規定不能分贓都是無意義的 重點是你不能用民主投票 啊 原因是因為民主投票的時候 那個根本不是在選出最厲害的人嘛 嗯 結果事實上民主 完全不會選出厲害的人 嗯 民主只是一個 呃 不是不是 民主沒有 民主就是分贓啦 其實講白了 民主等於分贓 嗯 所以說 其實獨裁一定是比較好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獨裁國家 其實比較 呃 孟隆一才來講 獨裁國家比較強 嗯 就是說 呃 所以公司現在大部分都是用獨裁的形式 嗯 就是董事長獨裁嘛 你去看上市貴公司 大公司 都是某種獨裁 或是寡頭 某幾個董事投投票嘛 嗯 就我會說獨裁或寡頭 才是比較好的 嗯 然後民主是比較差的 這個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嗯 就是說 歷史也告訴我們是這樣 可是但是為什麼放到國家的時候 會有那麼多民主國家產生 嗯 就是為什麼 或者說為什麼獨裁的那些 國家最後會 失敗 對 那那個原因是因為 呃 就是 皇帝他 的那個 其實你也可以說是 他只有第一任有選拔 嗯 就是所有朝代的第一任皇帝 都是打下江山的 嗯 他把江山打下來 那是多麼殘酷的選拔 要死很多人 嗯 所以第一任皇帝 你絕對不會說他是沒有能力的皇帝 可是問題是第二任就完全不是嘛 就是 第一任皇帝是超強的 那就是很激烈的競爭產生出來的 對 第二任皇帝是他兒子或是什麼的 世襲制度之類的 對對對 那這樣就很爛嘛 就變成第二任皇帝就是好像隨機抽籤喔 嗯 就是我們國家隨機抽一個人當領導人 嗯 對 是 對就等於說是 原本的制度叫做 第一任皇帝是選拔出來 超級厲害 可是第二任以後都是抽籤嘛 但是如果那種世襲 他一定會有各個的教育制度去 對對對就是 黃子之間會那個奪敵之戰 對 所以奪敵如果很激烈的話 那那個選帥也蠻強的 對 可是問題是說 嗯 就是 奪敵可能 不夠激烈 因為奪敵人參加的太少 對 對對對 你他媽就十幾人來奪什麼 嗯 然後別人人家民主國家的那個 可能是 比較多人在奪敵嘛 就是 嗯 反正我意思就是說 那個 嗯 就是說奪敵之戰其實是那個 嗯 就他是不夠激烈的啦 所以我覺得我就把它當作是一種 廣義隨機抽籤嘛 就我覺得他第一任超強 然後後面都在隨機抽籤嘛 確實 對對對 然後 那我意思說就是 其實很多企業都這樣啊 就是 像亞洲更多 就是家族企業什麼 就是他們 那個 爸爸 自己的不錯 都傳給小孩嘛 對 然後 可是為什麼家族企業會 呃 還是一個很 微微風行的制度 嗯 是因為就是 呃 如果民主投票的話 就很可能會分章 就是說假設一個公司 嗯 如果民主投票的話 嗯 然後就會選出一個 呃 老闆是 來負責分章的 嗯 然後就把公司的錢分給所有人之後 嗯 然後大家可以拿的錢說 再去別間公司找工作 原因是因為 再去別間公司找工作 因為國家被掏空了 然後 你要移民還是很容易 嗯 因為你掏空的瞬間 你拿到的財富 可能就足夠你去 投資移民 啊 到其他國家嘛 啊 不過說為什麼現在的形式就是 嗯 就但他那個分章是有成績 所以分的沒有那麼均勻的 但我意思就是說 只要是你分到的章 足夠你可以很輕鬆移民 比如說你分一次章就是一億好了 因為他們現在可能是底下就是只拿三千五千嘛 嗯 最下的拿三千五千嘛 嗯 那所以最上 就是比較上面的他可能分到的章 都是千萬或億的等級嘛 那我意思說這種千萬億等級的話 他當然就全世界隨便他去了嘛 嗯 所以他當然會覺得分章沒有問題 嗯 對啊 就其實講白了就是 就是分章有沒有問題是 就是你 你如果分完章之後 那個對你沒有害處 你就沒有問題 對啊 我意思就是說以公司來講 因為公司如果 呃 把那個分一分之後 那你 就公司就倒閉而已啊 你要找下一個 就太容易了嘛 確實 對所以我意思說 這個就是一個很 很可能會是 如果在公司用民主投票 嗯 就很可能會導致 投出來是一個分章 就是 就是 就一個分章裡面的 執政者嘛 那你知道這點為什麼還辦這個 我沒有要讓大家民主投票 啊 我現在只是說 如果是民主投票 啊 啊 就會是不行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想別的制度 啊 才要 才能夠選出來的人是強的 啊 對就是 然後 嗯 我目前的 初步的想法 啊 我是想要用一個 就是競賽的制度 就是說我 民主投票是對比賽規則進行投票 嗯 就對比賽項目進行投票 好 那你投完票之後呢 那個 比賽就是 呃 就是 就等於是說 其他人就要參加這個比賽 嗯 然後參加這個比賽之後 勝出的人就可以當這個董事長 嗯 那我會說 這時候狀況不太一樣 就是說 因為他是比賽勝出的人 嗯 而且這個比賽是所有人都可以參賽的 嗯 就全台灣的人可能都可以來參加這個董事長選拔 嗯 嗯 然後 就是說 嗯 那 所以我們重點是這個 董事長選拔 你選上之後的利益要很大 嗯 就只要你選上董事長的話 就給你一億的薪水 嗯 那可能大家就會來選拔了 嗯 對吧 就是說 那但是那個 嗯 就是 就是說這個 選拔就是 一億薪水 當董事長這個東西就是 嗯 他的這個一億必須要是 厚領的 嗯 就是說 就我會說我這個一億呢 可能是要 比如說我分一百年發放 嗯 每年發一百萬給你 類似像這種方式 那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要讓公司可以活一百年 確實 嗯 對 不然的話你這個 就是 你就會不認真經營 嗯 對啊 所以就是說等於是 這個選上的人 他是可以 拿到一個 終生縫這種概念 嗯 只要他的公司 經營得很好 對 那 嗯 我意思說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覺得就是 就是說這樣的話 大家就有誘因嘛 就厲害的人就有 有誘因來參選嘛 對 然後但是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民主投了 是規則的話 就是說到底可不可行 就 就我還在想這件事情 就反而我認為他應該要是一個競賽 這是 確定的 所以民主投這個競賽的內容是什麼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我意思說就是 今天也可以民眾就說 好我覺得總統就是要會跑白米 嗯 然後我們就投票說 那我們用跑白米決定 誰當總統 然後可能侯友宜跟柯文哲跟賴清德 他們就要跑白米 嗯 然後最快的人就當總統 對 對 那這個時候就是 當然還是有一些弊端嘛 對 因為 因為就是說 如果你的候選人 已經確定是這三個的時候 嗯 那你再來跑白米的話 那就變成是圖利特領人了 因為 大家都知道這三個人 跑白米的實力的差距嘛 就很明顯誰會贏嘛 對 那我意思是如果 但是如果是這三個人還沒有決定的時候 然後來投規則 那就會變成是真的一個 白米奧運冠軍來當總統 啊 那問題是白米奧運冠軍當總統的話 可能 大家就不會覺得他可以治國嘛 嗯 對 就大家就不會認為他是一個 治國的 這個高手 嗯 那現在我們是需要一個 治理公司的高手 所以這個競賽的規則 是要跟治理公司是有關的 必須要跟自己公司有關的 才行 但是我是說 假設這個競賽規則 都確定是跟自己公司有關的 那這樣的話 讓大家來投票 選規則 可能就比較沒有問題 嗯 或者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嘛 就是這個 是現任的定規則 就因為假設我是現任嘛 然後我準備要退休領終身奉 那這樣的話 我就定一個比賽規則 這規則一定要選出很厲害的人 才能保障我以後可以一直有千領 啊 那如果我選出一個笨蛋的話 他馬上把公司敗光弄倒了 我就沒得領了呀 確實 對啊 所以就是 一個這樣的邏輯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 嗯 就是 就是說 現任是有最大的誘因 要定一個好的比賽規則 嗯 對 然後讓下任 上來這樣 可是其實古獸的皇帝 也就是來都有這個權力 嗯 因為古獸的皇帝應該都是 可以 那個 定規則 然後讓大家來玩 嗯 那然後 然後決定誰是 下一個 這個皇帝 只是那個 他們就是會那個 選拔時只有皇子可以參加 嗯 就是那個問題是外 參加人數太少 嗯 但是為什麼古獸的皇帝呢 他會 要傳職 為什麼古獸的皇帝 他不能說 所有的人都來 參與這個皇帝選拔 你覺得是為什麼 關於 血賣吧 不知道 我的意思說 他如果讓所有的人都來參加皇帝選拔 就是 每個老百姓都可以報名皇帝選拔 嗯 然後最後勝出的人當皇帝 然後你覺得為什麼他不這樣做 就為什麼古代的皇帝不會說 我來辦一個皇帝選拔大賽 然後冠軍就可以當皇帝 他們會不會 只接信 自己 家的人 才會是優秀的 不可能啊 因為如果今天自己家是優秀的人 就更應該辦比賽 向所有的人 證明他們的優秀 嗯 而且你知道他們 以前皇子之間就是會辦比賽啊 就什麼射箭比賽 啊 是會的 所以他們也知道要選出當中最強的人 只是他們限了一個範圍叫做 要是我的血統 啊 對 那我現在已經覺得說你覺得為什麼要獻這個血統範圍 覺得為什麼皇帝不會說 好啦 那就所有的人都來選這個皇位 怎麼叫皇位選拔大賽 他不信任其他人嗎 關於信任嗎 你說他不信任其他人 對啊 只信任自己家裡的 的一些 血脈關係 不是啊 可是我說那個不信任是什麼不信任 是因為別的皇帝選拔上來之後就會把他殺掉 有可能啊 可能 因為古代皇帝的權力超大 對啊 人都可以殺人了 對啊 他們覺得 可能有些民眾對他不滿 他當上皇位只為了殺他 也有可能啊 對啊 對因為古時候皇帝都造太多業了 對啊 結果他當年是選拔賽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打仗的時候一定都殺人無數 嗯 就是說他為了要選上皇帝 他在過程中必定殺了很多人 一定造了很多業 對 所以他就不敢了 對啊有可能 因為他造了很多業殺了一大堆人 然後才選上了那個皇帝 嗯 他就會怕說如果我現在辦一個公正比賽 選一個最強的人出來 萬一那個最強剛好是 就是那個當年那個另外一個國的 王國的那個人選上了 啊 他不就完蛋嗎 對啊 就是所以不敢嗎 對啊 就是因為你把人家弄垮了 然後殺了一堆人家的人 然後人家說我們來選拔 人家就來報名選上了 結果幹完了 他就想說我要復仇啊 就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都放下仇恨 放下仇恨 就是說假設今天 這個 就是 嗯 就是說 我是上屆的這個選拔的時候很激烈嘛 嗯 然後可能我就是把你的軍隊都殺了一堆人嘛 嗯 那現在我就說好放下仇恨 然後就我們 重新選拔 你選上 你有能力 你選上也沒問題嘛 那在你選上之後 然後 那 那我們就 就那個 下一屆就 就那個 嗯 就是說 就是 下一屆 就是說那個 就是說 反正你就好好自以國家 然後 也不要報仇 大家放下仇恨 完全沒有仇恨 對 你喜歡你那麼有人 你就好好自以國家 那你自以國家之後 就是 那個 你在 你就自以 自以一年之後 你再找一個 厲害的人來接提嘛 嗯 因為我一直就說那個 就 假設大家都沒有仇恨嘛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選拔如果是 呃不要說殺來抗去嘛 嗯 我們就是用一個 大家能接受的方式 來選拔嘛 嗯 就是那 那這樣的話其實可能還是可以嘛 嗯 就是說嗯 我知道怎麼講的 因為古時候咧 嗯 你怎麼證明你比別人厲害 就是看你 能不能把別人殺死嗎 嗯 因為講白就是 嗯 我能夠把別人殺死 就表示我是比較強的 嗯 就是 等於是大家就是拿生命來 來玩嘛 嗯 那我是說就是 嗯 有沒有可能我們不要拿生命來玩 比如說我們玩個德多富特 哈哈 然後說德多富特的冠軍 嗯 我們就承認他是 比較強的人 嗯 就讓德多富特冠軍當皇帝 嗯 就不用殺來抗去嘛 嗯 那你覺得為什麼不能用德多富特 或者你覺得如果 就假設用德多富特選皇帝 你覺得會怎麼樣 那你假設 德多富特這個技術跟當皇帝的指揮有關嗎 呃當然是 那個 就是 他當然 有應該說 那就要看你覺得當皇帝需要什麼 技術 啊 然後就辦這個技術比賽 不是不是不是 我現在就說你覺得當皇帝需要什麼技術 統治國家的技術 統治國家需要什麼技術 嗯 好我覺得國家可能你不好想 我們就回歸正題好了 我們就統治公司 統治公司 我們要選一個公司的這個 負責人 嗯 要選一個董事長 嗯 那你覺得這個董事長需要什麼技術 嗯 嗯 了解公司目標 然後 開源接溜 知道 這公司 該怎麼走 然後 大概是這樣 整體公司為目標的想法出發 跟人 理論上我們當然是希望這個人他一定是想要讓公司 呃 就是賺更多的錢 嗯 就是說因為公司本來就是要賺錢的組織嘛 對啊 所以我們當然是要選一個能夠帶領公司賺錢的人來當董事長 嗯 但我現在意思是說 什麼樣的能力的人可以帶領公司賺錢 就你覺得什麼樣 就是說你覺得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比如說我們打德歐附客 德歐附客也有職業德歐附的選手啊 對啊 對啊 那他也很會賺錢 那這樣是不是德歐附客的冠軍 可能來當公司的董事長就會有利公司 對不對 這什麼能力啊 那兩個賺錢方式不一樣 一個是以自己利益為主 一個是以公司利益為主 對對對就是你講的沒有錯嘛 但是 呃 所以其實 我們要選出來的人他需要符合的條件 除了他能力強 還要他會以公司利益為主 對啊 因為如果你是用個人利益為主的話 你都會綁不住 對啊 比如說我現在說當董事長有一億的薪水 然後可是如果這個人他的架子已經是十億了 他就不想來選了 啊 理論上是這樣嘛 嗯 因為他年輕時期 他剛才來選一個年輕一億的董事長 對啊 所以這就會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是用個人利益的話 嗯 就是 他就是 就是說你能夠招到的董事長的水準 就會是 那個某一條線以下的人 嗯 因為他一定要覺得 那個划算他才會來 嗯 那這樣就不是那麼好嘛 嗯 因為我們理益常常是希望選出 最強的 最優秀的人 嗯 我們並不想要 選一個這個 不能說三角貓啦 但是選一個就是 薪水在這個之下的人 嗯 因為你選薪水在這個之下的人 就沒有意義了嘛 我意思說這樣的話 你就不是選出最強的人 嗯 嗯 所以什麼樣的 所以這個應該說好 所以這個比賽有一個前提是 你要讓他的個人利益 跟公司利益 產生一個連結 然後 或者是說 你要選出來的人 是 他就是會在意公司的利益的人 嗯 就如果他是一個在意公司利益的人 他就不會去想說 我個人的利益是什麼 嗯 就是我意思說 就他 因為他考慮的本來就是公司的利益嘛 嗯 就像今天如果有一個人他選總統 他考慮的本來就是全國人民的利益 嗯 就人家不是說要為了天下蒼生嗎 嗯 其實以前皇帝也都會這樣說啊 嗯 皇帝都會說要為天下蒼生 這個 民間極國的努力嘛 嗯 就還是有很多皇帝有留下一些偉大的作品 是在講說什麼愛民如子啊什麼的 嗯 就我意思說皇帝還是有那個心情 就是想要愛民如子 想要國家好嘛 嗯 只是皇帝能力不一定夠強 嗯 就因為皇帝可能能力不計嘛 嗯 我就說古代的社會嘛 皇帝有可能他的能力不計 然後他就 沒有辦法讓國家強盛 那因為古時候的狀況比較 麻煩嘛 就是說他們 只能傳皇子中挑一個嘛 對啊 對 比較麻煩 對 但是 嗯 其實還是有一些皇帝就是很爛的啊 他就上位之後就開始 花偏酒地 然後就開始自己玩耍 然後就 就不管國家的食貨了 就我會說這種狀況還是存在的 嗯 對啊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嗯 就是 那那那就是你覺得說 怎麼樣的 因為像你知道那個最有名就是水潮嘛 水潮不是二代就玩垮了嘛 但是水潮的一代是很強的 就是 然後那個二代是很聰明 他就是詐恕他爸嘛 嗯 那二代就是 假裝了他爸 覺得他很 用功 然後覺得他 就是很那個 然後其實都是假的 然後他 他就只是騙了他爸 他騙過了他爸 然後他 就是騙過他爸之後 就 就那個 就是就 就大概就不行了 但我現在一直說那個 所以其實人還是有兩類嘛 就有一類可能是真的為天涯長生 就是 就是愛你爐子的這種類的人 那我另外一類的人就是覺得說 我就是我爽就好 就是 我當皇帝就是愛爽的 嗯 就是我幹嘛要管這個 就是全國人的利益嘛 那那所以我一直說你覺得怎樣 就怎麼樣去選出這樣的人 因為看起來 這個條件很重要嘛 就是說如果這個人他 是一個 在意 所有人利益的人 這個條件是一個必要條件嘛 你選出一個 在意個人利益的人 那就算他能力超強 可能也無際於私嘛 嗯 那是如何去區分這兩個人 這兩種 對啊對啊你要怎麼去區分這兩種人 你要怎麼去區分出 到底他是 就是個人利益導向 或者是他是那個 會在意所有人的利益 是不是要去了解他 這個人有沒有認同公司的理念 因為如果要執行公司的理念的話 底下的人也必須一起努力 代表也要照顧底下的人 代表他認同 他真的很認同的話 代表他也是會顧及公司利益 讓這個理念繼續走下去 會不會太抽象 沒有不會抽象啊 我覺得這個可能很正確 嗯 就是說因為 如果你有一個理想的話 嗯 你就會覺得那個 理想可能是比較重要的 嗯 就是說你可能就 就不會是為了錢 對啊 因為其實就像現在 雖然很多人是為了錢在工作 對啊 但還是有一些人是為了理想在工作 對啊 那所以如果有這樣的 這個 那個 理想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 那個 就是一部分排除嘛 嗯 雖然還是會有人 假裝是有理想 假理想 然後其實是 那個 就是來 來那個 額錢的 就這樣 但是我就說 其實這個都像那個嘛 你覺得賴清德有沒有理想嗎 你覺得佛偉有沒有理想嗎 你覺得佛偉有沒有理想 就是那一樣的 狀況嘛 嗯 就是我也不會說他們沒有嘛 至少他們也都可以講出一些 對啊 對啊 對對對 就是就是 對啊 所以我意思說但是 嗯 講是每個人都可以講 但不知道他是不是認同 是不是認同 對 但是 嗯 像譬如說我覺得 柯文哲也蠻有理想的 嗯 但是柯文哲他可能沒有選出最強的人 啊 就是 就是 我的問題是說 柯文哲一直都覺得自己是最強的人 所以他沒有選拔 嗯 結果柯文哲今天並沒有辦一個 什麼民眾黨候選人 啊 就是總統候選人的選拔 他不是說他四年後要再戰一次 對啊 然後事實上我覺得他四年後再戰也是必輸無一 因為他這次都沒有贏的 他四年後我覺得不可能會贏 就是 好 對 對 因為我覺得他的 我不是說他不夠強 他 他當然是強的啦 就我不是說他很廢 但我現在只是說 他的強還是不夠贏選舉 結果他 他很有實力 他很有能力 可是他的能力還是沒有足夠到 他可以贏下總統大選 但是以第三個黨起來的那個票數 也以我周遭人的認知啊 也以我長輩的認知他們覺得 很驚人 對很驚人 他覺得 是算蠻高的 還不夠撼動 對 還不夠撼動那個整個台灣的政權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如果說柯文哲假設辦一個比賽 然後是要讓這個全台灣的人來競賽 然後選出最厲害的人 然後民眾黨就推這個人 這個人是最有治國實力的 然後民眾黨就推他來當總統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覺得就 就很有機會 就是說就很有機會可以那個 就是 嗯 就是說就可以選贏啦 或者說就是 這個選贏之後應該也可以把國家自己的不錯 對 所以就是 嗯 就是 反正我只是說 所以我們辦這個比賽啊 其實是想要 嗯 就是 就是給柯文哲一個參考 就是說 對 或者說我們公司啊 就是你剛剛問說 公司的理念理想是什麼 對 我們公司的理想就是說 我們想要 成為這個比賽的供應商 就我們公司就是 專門辦比賽 然後讓政黨挑出 就是他們黨中 至少所有黨員當中最強的人 對 就我們是那個 就是黨的 要推誰出來的那個 那個選拔賽的那個 半賽方 就我們等於是一個第三方 嗯 因為我們跟民眾黨也沒有什麼 利益衝突 嗯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 選出一個 嗯 符合民眾黨的理念 然後又是 最有能力去實現這個理念的人 嗯 就是說 就大概是這個意思嘛 或者說 我們也可以幫什麼 美國的什麼 就是共和黨辦比賽嘛 如果我們這個 比賽被共和 美國共和黨採拿 那我們就超屌啊 嗯 那這就是 我們就世界 那個第一嘛 嗯 那我們現在先 就是還沒有到世界第一 我們可以先考慮 台灣嘛 嗯 因為台灣剛好最近 也是有這樣的契機嘛 嗯 就是說台灣現在 那個 有第三黨出現 嗯 因為美國現在還沒有第三黨出現 他們可能不需要嘛 嗯 他們兩個黨的話就是 嗯 嗯 就是 其實也沒有說不需要啦 但是就是 就是 輸的那個黨也許也會需要 所以他們下界會要贏嘛 嗯 但是反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是一個 辦賽方的角色 嗯 就我們的目的就是要 選出一個 很優秀的領導者 嗯 然後 就是 就是 就幫 但是因為那個 領導者要 要是符合那個黨的理念嘛 對啊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就是幫他們 從他們的黨員中 就是 假設黨員都認同那個理念 嗯 就是 假設說就是兩個怕嘛 就認不認同理念 這件事情 嗯 不應該由我們來做 應該他們要自己篩選吧 對啊他們自己篩選好了 對對對 但我意思說 假設有一批人都是 認同他們黨理念的 嗯 然後 那我們來幫這批人 選出當中最強的 嗯 嗯 就是 這樣子 還是 可以的 對啊 對 那所以就是那個 嗯 就是你覺得這個 選拔 就以 嗯 以總統 不是總統還是太遠了 以這個公司董事來講 你覺得這個選拔賽 嗯 你覺得到底要 要涵蓋什麼樣的內容 就是 但其實我覺得總統也是一樣嘛 其實就是說 嗯 我換個方式講好了 比如說你覺得 那個 當總統需不需要有好的體能 沒想看 欸 好的體能喔 對 多少還是要啦 喔對 好沒關係就是可能要但是不用特價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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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也不能是那個 連腦力衰 對啊 那你看美國都是七八十歲的人在選嘛 這個就是 就可能有點問題嘛 嗯 對 好那譬如說你覺得 總統需不需要這個 就是 智商高嗎 智商喔 對 你覺得智商是不是重要 需要邏輯推理能力 需要吧 這也是一定要的 嗯 對 就是 而且可能還要比體能還更重要 嗯 就體能可能要PR70就可以 哈哈哈 智商可能要PR90 嗯 對啊 就是 那那你覺得那個 就是 嗯 就你覺得它是一個各種項目的複合 還是你覺得它是 那個 就是有一個 嗯 就是怎麼講啊 就是說 他有特定專長還是 各項指數都很好的人 是嗎 對對對 就你覺得總統 到底應該要是一個 各種 譬如說體能智能 然後什麼 語言溝通 什麼的 就把一排能力這樣羅列出來 嗯 然後他應該要是這一排能力都很均衡 嗯 都有這個一定的水準的 這樣的人當總統 是比較有利的 還是你覺得他應該是要特項 比如說我們就需要一個軍事超強總統 嗯 之類的 你覺得到底是特項型還是 是 那個 均衡型 我覺得均衡型會比較好 因為 你很難保證 每一個場合 他的能力 他需要的技能都一樣 因應各種不同的狀況 你都可以應付得來 均衡的話會比較 要穩定一點 嗯 但是如果是均衡型的話 他其實很可能什麼都做不好啊 比如說你選一個均衡型的 結果他就是 每一項都做不好 一選上之後 中共立刻攻打台灣 因為覺得他軍事沒有很強 那不就完蛋了嗎 那他均衡型是 軍事 他軍事可能PR70也不錯了 或者甚至他PR95也不錯了 可是中共派出來的可能是PR99.9的啊 對不對 有可能 啊我的意思是說 那你就一定打不贏了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均衡型可能 就是沒有那麼型 其實你要知道像以前那個開國皇帝啊 他們軍事當然都點滿了 但是他們的什麼內政啊 勾風什麼 可能就很爛 啊 就是像 或者說像是創業來講啊 我是從零到一的人嘛 那些什麼從一到一百 那個我又沒那麼擅長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每個階段 其實需要不同的人嘛 啊 所以理事長 就是 如果以董事長的選拔來講啊 我覺得他相對簡單 因為我現在就是只需要幫 我知道我下一個人需要做什麼 所以我只要選出公司下一個階段 需要能力的人 就已經夠了 就對我來說 我就是選一個適合公司下階段的人 了解 那 如果以總統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選出國家下個階段需要的人 但是問題是這個事情有點為尷尬 是為尷尬在於說 因為 現在總統他可能是分贓派的嘛 所以他沒有這個誘因要選出國家下一階段適合的人 嗯 他不一定有這個誘因嘛 嗯 那我們現在如果是一個新的政黨的話 那我們要辦一個比賽的話 那我們可能選贏就是首要的囉 對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選拔出最會打選戰的人 對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選拔賽對 就變成是要選出最會打選戰的人 對 對 那你覺得就是 嗯 就是說 所以要怎麼選出這個最會打選戰的人 最會拉攏人民的心的人 你覺得 打選戰是靠 蛊惑人心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靠造勢那些 去蛊惑一些 長輩 呵呵呵 一個好的演講 就會去拉攏人民的心 就是一個好的選戰 嗯 確實 確實 嗯 就是 對 如果是以現階段來講 對啊 選出最會打選戰的人 可能就是 對 就是 就是可以的 就是什麼 對 所以你說 打選戰你覺得是 要怎麼樣 才是 你說拉攏人民的心嗎 對啊 拉攏人民的心啊 可是問題是在於說 你要怎麼同時又拉攏那些 就是60歲的人心 同時又拉攏20歲的人心 因為人口是有分布的 嗯 像我覺得 柯恩哲就 年輕選票夠多 但是老的選票就沒有那麼好之類的 但是 會打選戰可能 可能 不只是 就是 年輕人 買單他 就是 或者是 或者是 又要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打到所有 40歲以下 全部都去投票 都投給你 這樣也可能會贏 對 就是說 對 就有一種特化嘛 嗯 所以當然要走一個特化系 還是走一個均衡系 你說走一個是 每個年齡層都有些人會投給你 還是你要走一個 我就是讓年輕人投給我 老人都去死 我覺得你讓每個人都投給你這個 這一個策略有點 也很困難 你覺得 因為你不見得可以讓每個年齡層都認同你 對 所以應該是你去 供 某些票員 然後讓那些票員加起來超過51% 對啊 就我只要 供某 比如說我們把人口切成10個Label的話 我就只要供 6個Label 就夠了 其實5個就夠了 因為一定 對手一定沒有50% 那就再分下去 對 但如果我們把人口切得更細 我們把人口切成100個Label 嗯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只要收集其中51個Label 對啊 對 那如果說我們再切得更細 我們要切到1000個Label的話 我們就是要收集501個 嗯 那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嗯 你Label切得越細的話 你是 越容易難刮那個Label的人的票 嗯 但是你會 越難 嗯 讓 就是 就你要收集那麼多Label 就會有一個成本 嗯 有點像是說 譬如今天一個人 他想要選總統 嗯 那希望我們公司的所有員工 可能 這樣才30個人 嗯 他希望我們公司的所有員工 都把票投給他 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這可能是很容易的事嘛 嗯 那他就來我們公司 跟我們這些員工 開會嘛 對啊 然後討論說 我怎麼樣的治國方針 嗯 然後 是那個 會讓大家 就是 把票 就願意投給我 就跟這些都溝通清楚了 嗯 然後 那可能就可以 但是如果今天是那個 他要溝通 就是 我們這樣的話 我們公司30人的話 全台人 比如說 假設算3000萬人 那這樣的話就是 要100萬嘛 就是說 他要100萬個 我們這樣公司 嗯 他都來做這件事 他才選得上 對啊 或者是至少50萬嘛 對啊 那問題是這個50萬的話 就很 就是 就很辛苦嘛 就我意思說 他要能夠 同時 遊說這50萬個單位 就是很 就根本就不可能 我都沒拿那麼多時間 再去找這個50萬單位 然後 對 因為大家要的東西不一樣 嗯 就是 對 對 所以就是說 嗯 所以我覺得那個 其實講真的就是 嗯 就是你要去跟 所有的人溝通的話 這個 成本真的太高了 但是 但是我覺得 有一些東西是 嗯 就是 如果是以公司來講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公司的話 講白的員工是希望薪水增加嘛 對啊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要選出一個 可以讓所有員工都加薪的老闆 就是讓公司更賺錢的老闆 才能賺錢 沒有沒有公司賺錢有兩種 有一些公司的老闆是專門降薪大家來賺錢的 就是 就是很多公司他們 像上去公司有時候他們選一個CEO進來 就是選一個新的CEO進來 然後呢就是要大刀闊斧嘛 就是新的CEO進來就說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部門員工要降薪了 我們那個部門要裁員了 就降成本 對對對 就是有一堆這種就是降薪派嘛 就是cost down 什麼的 啊這種的就是 你選進來之後公司當然會賺錢 對啊 可是那個就是 叫做股東賺錢 但是員工沒有賺錢 要不然員工砍一砍 那個員工就是吃自己了 就是 對啊或者是你就選一個很coven的嘛 然後不會讓員工加薪的 那這個就不行了 所以理論上的話 應該是要選出能讓員工掌薪水的 而且就是就是以不裁員為前提 對不降成本為前提 就是說如果你可以選一個人 他是呢就是 不裁員 然後不降薪 然後應該說是 以不裁員為前提 還可以讓大家加薪啦 應該這樣兩個人更正確 就選一個人是 在不裁員的情況下 又可以讓大家的薪水一直上漲的 那這個才是 才是對的人嘛 就是公司需要這樣的人嘛 就是公司需要選一個是可以 不用把大家開除 又可以讓大家薪水一直增加的人 那這個才是關鍵 就是要選出這樣的人 然後才能有利那個公司的發展 那所以就是 所以以國家來講的話就是 可以讓GDP一直成長 然後可能也是類似的道理 因為現在要經濟掛帥 但是說其實這有一個弊病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軍事實力的話 你GDP一直長之後 你就會被別人侵略了 因為別人就可以直接用攻打法 發現你們國家錢都多到反出來 他就把你國家打下來 或是他就是賣武器給你 他說那我賣一些火箭啊 賣一些什麼 然後那個飛彈啊 然後之後就可以 你那個GDP的錢 就全部拿去買飛彈 對啊 但是 這樣也許還是比較好吧 因為如果以台灣的現階段來講的話 台灣可能真的就是 比較需要的是 那些就是 就是 就是台灣比較需要經濟成長 然後用經濟成長賺錢買飛彈就可以了 因為台灣現在 哪有可能自己做那些武器 就我一直說像什麼 潛艦國造這些都是不切實際 因為就是你現在的資源根本不夠 對啊 就是資源不夠的時候 你要先想的是增加你的資源 而不是想那個說 我要發展我的軍隊 對啊 就像說 如果以我們公司來講 我請一個很會發展軍隊的 他可能招聘100個員工 然後 我們公司哪有錢 養100個員工 我們也養不起啊 所以我就一定不是請一個很會招聘的人 所以就是一樣 不同階段 所以其實可能我們這個比賽 是要客製化 所以我們對台灣的政黨 我們要提出的 甚至對不同黨要提出的 比賽方案就不一樣 就我們是一個比賽提供方 那我們對不同的需求 他們需求的能力是不同的 想要幫他辦比賽挑出這樣的人 嗯 因為我會說其實這個就是 那個 我們的 呃 就是 重要的那個 就是我們重要的那個 環節 對 就是 那但是 就是 到底國家需要什麼 這個東西 可能 還是要 選上了才知道 對啊 像我會說 那個 你沒有當過總統的人 大概也不會知道 那個國家需要什麼 嗯 就像那個 沒有當董事長的人 也不知道公司需要什麼 對 對 就是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所以簡單來說 就比較像是 呃 需要什麼 就是我可能可以寫出來 然後 就是 但是 比賽的話呢 就是我們 應該要辦這個比賽應該是 就我們公司要有這個 能力 就是說要有辦法辦出一個 比賽可以選出 有 如何這些人 對 大概會是變成這樣 對 就是 對 好 嗯 好 所以就是 嗯 其實看起來你也認同嘛 就是 公司選出來的董事長 應該要能夠讓員工加薪 這個才是好的 對啊 就是不裁員用的 一直加薪 對啊 這個才是好的 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 算是蠻有共識的 嗯 因為我們公司那個 最近在制定憲法啦 然後 我現在其實就覺得說 那個 憲法應該要 規定不能裁員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裁員的話 就很犯規 嗯 就是說你就可能會 他就不思精進了嘛 嗯 因為公司當然是一定要賺錢的 嗯 但如果你公司 可以允許裁員 那就會有一些人 他上任就猛裁一頓嘛 然後就會賺錢 對 那這樣的話你那個賺錢就不公正了 就比如說我們要 比較誰更會賺錢的時候 嗯 如果我們是看他 就是實際賺的數字嘛 嗯 因為這是最客觀的嘛 嗯 就是說 當然這個 所有的上任貴公司 我相信都有這個壓力 嗯 他們都需要讓每年那個 EPS一直增加 嗯 可是問題就再來說 他媽啊 如果這個公司的EPS增加 只是因為裁了一堆員工 嗯 那我覺得這個就 或是 就這個不是一個好的方式嘛 對阿 對 好的方式應該是他要在 不裁人的情況下 又可以讓 那個 就是 員工發揮產能 然後又就賺錢嘛 對啊 就像那個 嗯 譬如說好像德國嘛 德國就有規定不能裁員嘛 嗯 所以如果是德國在選拔公司CEO的時候 那 那 勢必他們一定要選一個是可以 發展大家的能力的人嘛 嗯 因為不然的話 你選出來一個CEO 他 就是用 裁員大法 嗯 那這樣的話就沒有意義 嗯 就是說就是 所以德國的選CEO就 就一定不會 誤選出一個裁員大法的人 因為 他就是沒有這個Option嘛 嗯 你就是要把這個RM封殺嘛 嗯 就像國家 國家為什麼很難經營 國家就是很難裁員啊 除非你國家說我們把那些廢物人口都槍斃了 對不對 就是我們 呃 就治理國家的方式就是把國家中的 沒有生產力的人 那些米蟲全槍斃嘛 對 而且國家不但是不裁員 還要給基本工資嘛 嗯 但有些國家沒有基本工資法啦 嗯 但我跟你說如果一個國家是給所有人民一個基本工資的話 那其實是很困難的嘛 而且那個基本工資還要一直上漲嘛 嗯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會選擇贏 其實是合理的你知道嗎 因為民進黨他的訴求叫做基本工資一直調漲 嗯 我認為這個是很清楚的方針 嗯 就是說民進黨他們有一個明確讓人民可以感受到他們有在做事 嗯 有貢獻的方針 嗯 就他們讓基本工資一直增加嘛 對啊 那那像那個民眾黨他們的訴求可能是公開透明 嗯 希望不要貪腐嘛 嗯 但這個訴求也許沒有那麼重要嘛 因為你公開透明不貪腐的話 你人民基本工資一直下降應該大家也不會接受 對啊 對啊 那叫做吃素皮公開透明 喔現在很公開透明啦 大家都吃素皮 那個 一不可能的啦 就是 就是沒有用嘛 就是所以 對啊 所以以這樣來講的話公司就是要選出一個人 他可以讓員工加薪 然後 就是這樣才是有有用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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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這個規定那個不能開除員工就很重要 就因為如果你規定可以開除的話 就會變成那個 呃 他就會往那個歪的方向去 對啊 對 對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就是那個 但我覺得有一種是可以的 就是 輔導轉職到其他公司 就是說 我覺得我公司現在可能不需要你這樣的人才 介紹你去別人才 對我介紹你去另外一間公司 對 確實 對 或是輔導創業也可以 可能我會說你應該是輔導轉還輔導創業 這樣就可以 對 但是如果是那個我覺得就不行 對 沒錯 對 所以就是 嗯 所以就是 所以你需要有一些框架 就是需要有一些 嗯 呃 類似說憲法 類似有一些那個 大綱 隨手關燈要省電費 嗯 當然 隨手關燈省電費 是一個 好的習慣 可能對地球有好處 但我現在是說 你隨手關燈省電費 這件事情 本身 它其實不是讓你的公司 創造更多價值的行為 嗯 就是隨手關燈省電費 並不會因為你們公司 這樣做你們公司的營收就會增加 嗯 嗯 這顯然不會嘛 嗯 絕對不會嘛 就是隨手關燈省電費 絕對不會讓營收增加 嗯 那事實上就是要讓營收增加 才是 有 賺到錢 對 可是這個營收增加的話 它又涉及很多層面 就是說它的增加是 呃 短暫的 還是是一個 可以長期 的 它是不是長遠的嘛 嗯 對啊 那就是 就像國家GDP成長啊 它有一些是短期的成長嘛 有一些是長遠的成長 對啊 那其實所有的 就是如果按照經濟學理論啊 研發創新才是會 會成長的 所以 如果公司要可以 長期的不裁員 又讓員工薪水一直增加 其實只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公司要一直 內部創業 嗯 就我要一直把底下員工 拉出來 創一個新的項目 嗯 然後再來底下員工再拉出來 再創一個新的項目 嗯 就是說如果今天 那個 你是什麼 比如說做那個筆電的 然後現在全世界筆電 你又佔滿了 嗯 那你這個時候 你一直做筆電就不行了嘛 你可能要做智慧手機嘛 那智慧手機不行的 像現在不是做VSIM PRO嗎 對 或者說APPLE嘛 那智慧手機已經快飽和了 雖然它每個都還會推成出新的機首 然後還是會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APPLE也不能只靠智慧手機 他們也知道他們要做VSIM PRO 要做一些新的產品 嗯 所以永遠都需要研發創新 要做新的東西 嗯 那GOTEL有辦法一直成長 對啊 如果不做新東西的話 那是不行的 對啊 這是 嗯 好啦就是 嗯 這個差不多了 所以那個 可以問一下就是 你目前的那個 就是 薪資待遇大概是怎麼樣的 喔 突然切得好 沒有我覺得聊差不多了 好 目前說現在這些嗎 對對對 差不多 現在 一百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一左右 那它是什麼樣的制度 月星多少 月星 喔對一樣可以月星 超高 月星 八五左右 喔 嗯 那你來應徵的話 你是有 那個期待加薪還是說 你是 那個想要換個環境之類的 其實都有 都有 那那個 反正我們公司是這樣的 嗯 你有那個 就是兩次的 直骰的機會 有我大概知道 對你都知道 我大概知道 所以就是說 你可以先提一個 你 就是這次轉職的 設定的你想要 就是那個 待遇的目標 大概是什麼樣的 大概在 一百一三 嗯 你想要變 那個 年薪一百三 嗯 呃 那那個 就是 月星的話 你覺得 因為我們 喔 我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們公司的薪水有分成 那個 就是底薪跟那個 績效獎金的部分 就我們有底薪跟烤雞獎金 然後 只是我們烤雞是 丟骰的決定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這件事情 好像有印象 有看過 對 對對對 那所以就是說那個 那個 就是賈薪的組成 是有一個底薪 跟 那個 呃 枝塞獎金的部分 那你會 是 覺得說底薪要是 多少 是可以接受的 那它的 績效大概 Rain 你會在哪裡 喔就是說 呃 反正期望值一樣 啊 就是說你一百三的話 就等於是 可能 期望值可能就月星十一萬 啊 對啊 那我意思說就是 所以我們就是會設一個 月星期望值是十一萬的 方案嘛 但問題是說 那個十一萬可能是 比如說是 呃 八萬塊錢啊 然後 骰一點 加一萬的 啊 那這樣你可能會領到 九到十四萬 對啊 這樣的話可能還 還有點多出 啊我們 扶刀轉子是很不錯的 啊 之前有一個連三一的 我們扶刀轉子之後 它的薪水漲了兩倍 就連三一可能只是因為 它在這裡不適合 它去別的地方 可以拿兩倍的薪水 哦 你懂我意思 可是連三一也不是它 也不是它自願的不是嗎 對 但是我意思是說 它連三一是它短期拿的少嘛 可是我們介紹它一個工作 它拿兩倍薪水 哦 那這樣不是拿的其實是變多嗎 對 確實 對啊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個應該是 很 我不能說很正確啦 但我意思是說 嗯 就是你 就是說 就是說反正 嗯 就你連三一的話 你當然是一時很廢嘛 嗯 但是你可能賽風師嘛 嗯 就也許你就是 該去別的地方 你會有更好的發展 嗯 對 所以我覺得 對 就 就是這個 這個不差啦 就是我說這個 就是 就是 並不是 就是說你標籍的連三一都一定很廢這樣子 嗯 那當然如果你一直散就都是爽領喔 哈哈哈哈 對 對 對 好 好 那如果 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按這個 嗯 就是 八萬五底清 然後就是 骰六就是十三萬五嘛 就是 這個 配皮局來 來直骰 嗯 就是這個 規則也都清楚了 然後就是我們 直骰的就是 要那個 就是要在這個杯子上方 然後 然後 就是丟下去 然後如果它跳出來就不算 要從骰 要落在杯子裡面 才算有效 好 下次骰到六我 我才 骰到六就錄取啦 有這個offer 對對對 就是 七萬五加上 一點一萬嘛 好緊張喔 不用那麼緊張啦 可以很輕鬆的 好 那我骰囉 好 五點 五點就是 非常不錯 真的嗎 因為通常五點的狀況的話 我們都會理解成是 呃 這個人是很適合 然後只是說可能 呃 兩種情況 一個是待遇可能還是要 調整一下 就也許 呃 就是待遇降低一點就適合了 然後或者是說 就可能是 呃 現在不適合 然後過幾個月之後就會適合 這樣子 就我說我們通常對五點的解讀 哦 就他也是一個 已經相當適合我們公司的人 哦 所以每一點都會解讀 呃 對對對 就是說 越高點當然就是 越適合 越六點就是沒有話講 就是現在需要的人 這樣子 對啊 那就是五點的話就是 就是沒有 那麼 那麼 就是說 也也是很適合 但是就是說 尤其要有一些調整 哦 對那就是 呃 你剛剛說你原本現在薪水是多少 哦 八五 我說你年薪是 哦年薪要一百億 哦一百億 哦 所以就是說 呃 如果是平轉的話 就跟本來一樣一百億的話 你會 接受嗎還是 就你會有興趣來嗎 呃 會 還是你就是想要增加才會有興趣 對 增加才會有一點點興趣 嗯 我想一下 嗯 嗯 嗯 欸你現在是410在另外一間公司 對 我們現在二十 我們現在幾乎是一半world from home 135world from home 所以我對world from home 其實也有滿大的興趣 因為現在 重心有點在 家庭這一塊 對 那我有 哦你說你重心在家庭這一塊 對啊 因為我本來想要問說 那個你有沒有 興趣說你那個 剩餘產能幫我們寫一些code 之類的 也可以啊 其實都 我其實都可以接受 哦你是說就是 如果說你 就你現在還是有額外時間可以多寫code 嗯 其實是有額外時間 嗯 我想一下就是 不過通常反正五點都還是會再灑一次 哦 就是說 通常有兩次機會 沒有沒有 是五點才有第二次 哦真的啊 只有五這個數字才有第二次 就試一下的話 就是 就是三個月之後再來這樣 那為我第二次散意怎麼辦 呃 第二次散意的話 就是我提了一個 不好的合作方案 哦 就是 開始往合作這邊去選擇 就是說 呃 沒有不應該是合作 就比如說是 哦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如說你來了前三個月 我們因為在磨合期嘛 嗯 然後也許我們 這時候你沒辦法幫公司 就是快速寫口了 怎樣 擴增產能 嗯 然後所以也許前三個月 我可能只能給你一個月六萬 我說要跟產能匹配 嗯 但是三個月過後呢 也許我可以跟一個月十五萬 嗯 我只是舉例 嗯 就是說如果它是一個這樣的設計 嗯 就是說我們有一段磨合期 但是磨合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 大幅調形 嗯 那皮膚像這樣 嗯 對啊 那就是一種設計嘛 嗯 那只是說不知道這個方向 對不對 嗯 這樣子 就是 沒有我們可以 這個就是我們公司做 覺得都靠一次散 所以就是說 像我就會說 如果是用一個這個 前三個月比較低一點 然後後面再 漲更高來 彌補這個 缺陷的話 看這個方式可不可行 然後我就會自己先直散 就是判斷這個方向 對不對 好 對 那三點 這是我想錯方向 對對對 然後譬如說是像 嗯 假設那個 嗯 那還有哪些可行性的方案 嗯 假設提供一些股份的話 就是給一些股權 是不是好的方式 五點 喔 這比較方向比較貼近 嗯 嗯 嗯 想想想還有什麼選項 嗯 嗯 如果這個 保障未來每年調薪的比例 就是不低於某個趴數 要年年掌心 嗯 嗯 保障年年掌心 4點 這個比較差一些 所以應該是往那個 合夥那邊靠近 就等於說是我們公司 呃 成長賺錢也會可以得到一些好處的這個方向 因為剛剛這個是5點 但那個還是不夠好 嗯 但我說 大概就是要往那個方向想 嗯 Option 對就是 你說有那個買股權的Option 就是說 提供你一個選擇權 你可以很低價的方式 獲得這個一定比例的股份 就是 4點沒有 那個比較不好 嗯 不然就是我知道了 可以那個在某 呃 就在某個時間點選股權 或者是選現金 就是等於是 喔 應該是等於是 付買回協議的股權 就我給你股權 而且這個股權 你可以賣給我多少錢 就 就到某個時間點 如果你覺得這個股權 你不想要 嗯 你可以賣給我 然後按某個價格 嗯 2點喔 這個很差 用股權支付金水 不是啊 剛剛已經骰過用股權了 他那個 比如說全部 你說全部都是股權嗎 欸 那 喔 幹這個6點 你這麼有錢喔 我是說你現在都不理金水 你也可以活得很好 也沒有 什麼 也沒有欸其實 不是啊 他說全部都是股權 這個6 對啊 那什麼東西 這有包含信仰的部分嗎 什麼意思 就是 可能 其實在很像那種 去拜拜寶貝那種感覺 有這種成分在嗎 好奇 所以我們公司用這個骰子 已經用了6年了 然後都 都 朝這個骰子的方向走 都是正確的路 就是公司就裝大成現在這樣 喔 那就是真的有信仰的部分 沒有啊 這是經驗啦 這也不是信仰 就是我們實際上發現 用骰子做判斷是很好的 喔 就是很有成效 瞭解 對啊 就是至少公司 就酷的活到現在 對 所以就是 對 我這個就是很驚訝 沒有在想說 你拿全部股權 因為這一定表示 你都拿股權 你也養得起自己養 就是 對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但你剛剛的意思又是說 你好像沒有那麼優渥 因為 最近才買房 你說我房貸 對 房貸壓力 喔 房貸壓力 就可能其他也是6的啊 嗯 沒有我只在想說 比如說不定有一些方式 你讓他揭露新手全他股權 喔 比如說 嗯 我思考一下 全他股權 是全職然後全他股權 對啊 對啊 但是那個 就是 要有一些方式讓你 我知道要怎麼說了 比如說你的生活開銷可以暴障 這可能就 這樣的話你就不愁吃穿了 生活開銷包含整個家庭開銷嗎 對啊對啊對啊 就讓你開銷都來暴障 然後全他股權 這樣也許就 就是一種 某種很奇特的地友 但是說不定 基本生活費 沒有啊就是 就是反正 你可以列喻 你可以稍微算一下嘛 你可以需要多少錢 就是 就支付你的這些 什麼餐費啊 交通費啊 開銷不包含貸款 嗯 開銷不包含貸款 嗯 應該因為貸款不會有 沒辦法暴障 但是開銷一定可以暴障 但是如果是 呃 開銷全部都可以暴障的話 這樣說不定就 呃 就可行嘛 比如說太太的收入都可以拿來 全部支付貸款 然後 你的 就是其他開心 家庭其他 或者還有另外一種 等一下你現在太太是 全職太太還是她有自己的工作 她有自己的工作 但是她 我暈了 哦 對大概在年底就 嗯 所以相對壓力會很大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 對 嗯 所以那個大概要 呃 應該說你那個 生活開銷跟房貸的比例大概是幾乎幾 基本上以我現在的月薪來講的話 大概每個月手上只剩下1到2萬 那我說防蓋是每個月要找做的 因為我有寬限期 寬限期是2萬5,寬限期又是6萬 好我懂 寬限期我大概抓4年 欸那如果是那個 全拿股權公司貸款給你 公司大概賤一筆 這樣的話你就有很多錢了 對不對 薪水都拿股權 但是公司可以賤一筆錢 讓你去付那些需要 他的數字大概多少 沒有就我們現在來談呢 就是說 就是假設薪水都是付你股權 大概公司可以額外賤一筆錢 嗯 就是說那個 嗯 我想要怎麼講 就是 嗯 我思考一下 比如說假設我每個月發 那個 就是 10萬塊錢的股票給你 應該說借給你這個 10萬塊錢 嗯 那這樣的話 就是 其實你就是沒有差 就現在每個月拿10萬拿10萬嘛 然後但是一年還可以拿120萬嘛 但只是說這個 某一天你再把這些錢就是還我嘛 就是感覺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嗯 就是說你的感受呢其實還是很像 嗯 因為你都是每個月會拿到10萬塊錢 嗯 自己拿到10萬塊是 我們公司借錢給你 嗯 對 就等於是我們公司每個月是借你錢 然後 然後 呃 然後這樣的話就是 嗯 你那個拿股權的話就是 呃 欸 那個股權要怎麼拿 股權的話 我想要怎麼樣拿才是 準的 股權的話 比如說我們可以設 比如說 假設我們就是 一年或是一季 然後我們就 結算一次 就把股票贈餘給他 對啊 我就把我明顯的股票贈餘給你 就是之類的 對啊 對啊 要股很多嘛 就是 就是 好像也可惜 會不會拿到後面有準股權 這樣比例很重啊 蛤 拿到後面 越拿越多嗎 呃 對啊對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你生活費是不受贏 想要送費一直借嘛 然後沒有嘛 就有一天那個股權會很值錢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IPO 還要把股權賣一賣 你就有錢可以還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假設說 就是我們 等IPO的時候再還還 就每個月借你10萬 然後 等我們公司IPO的那天 然後 你就把股票賣一些出去 然後還這個借了錢 啊如果沒有IPO你都不用還 就我們的那個合約就是千層是 等到IPO你才能還嘛 要不好意思 IPO是什麼意思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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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它上市 就那個股你可以賣錢的時候 首次公開發行 那你再還了 就是說那個 這也就是說 等到我們的股票你可以交易的時候 你可以賣的時候 你可以賣的時候 那你在 把那個賣的 你就隨便賣一點 其實你就那時候 你可能賣個10%都夠還了 通常是這樣 因為通常就是 現在的股價 你一定還得出來 而且還會多非常多費 就是 但是只是說 就是 呃在那個 這段期間的 我們給你錢的這個名目 叫做 借款 對 那這個東西呢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說 因為這就會影響我們公司的財報 對 對 我們財報上面都 就不會有費用產生 因為你拿的是股權嘛 那財產不會有費用產生 那只是我們的股本會膨脹 對我們公司的那個 股的數量會一直增強 一直增強 但是 對對對 嗯 對 反正我只是說就是 嗯 就那個邏輯上 是 是那個 嗯 就是說 邏輯上好像是 是 是 是可以成立 我是說 就邏輯上是可以成立 但是 嗯 就我不知道這麼 這麼創新的形式 對啊 他在創新 那他這樣等於是 勞保 勞保那些都沒有對不對 勞保那些的話 沒有勞保那些都會有啊 因為我們是 薪水全部給股權 所以 用股權來算 不是 股權還是 所以還是會繳 還是要造繳啊 那就是那個股權 就是值多少錢 所以還是會繳 就勞務出資嘛 就你知道那個 新創公司 就必鎖性公司 可以勞務出資 哦 就是說 譬如說你一年 什麼一百三十萬 或什麼 反正我說你可以用你的勞動力出資 嗯 我可以先發股票給你 然後就說這股票 表示你會 做這麼多的工作 嗯 然後所以勞進好單 都是造保 沒有影響的 然後那個 嗯 然後就是說 反正 反正我一說就是 勞務出資 是可以的 然後那個 勞務出資的話 大家會得到那個股份 然後 那個 就是 呃 就是說 所以勞進好那些 都是造保 而且你睡還要造繳 我先提示 對 這睡還要造繳 睡是要造繳的 勞務出資獲得股份 一樣要繳這個 呵呵呵 但是 你生小孩以後 你又會有 其他的扣椅 就會扣椅 大家都是繳零圓嘛 是嗎 哦對哦 對他都繳零圓 哦真的哦 對對對 就是他因為他有小孩 他有小孩 我現在要有四個 太多了吧 啊 就生養重多 哈哈哈哈 他就是 都是可以扣椅啊 扶養都可以扣椅 對 一台大概可以扣椅 大概二十到四十嗎 哦真的哦 這麼多 養很貴啊 對 你再問他 你的小孩很貴 對 對 對 所以就是說 但是我們可以借你錢 我的公司借你錢 然後你等到那個 主票上至貴 再還 再還 那我想確認一下 所以等於是 每個月 因為我那時候提 一百三萬 然後我其實原本期望是 月薪 就是基本就是 十十一這樣子 對啊剛剛我們現在也是十啊 就是以現金來講 你的感受是一樣 每個月發十萬給你 只是明目不同 我還是每個月發十萬給你啊 每個月跟你借十萬啊 那離IPO會大概多久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很 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 就是 看你拿的是總公司的股票 還是拿的是子公司的股票 因為我們有現在 就是要把這個軟體 成立一個子公司 嗯 然後 如果你是拿那個 紫公司的股票的話 然後 那 就是 呃 紫公司等於是 就是 就是新的東西嘛 然後也不知道多久這樣 嗯 但如果你是拿總公司的股票的話 那 我們 預計可能是 三年之後又要 才有 所以那個 就是 就是說 會取決你是哪有哪邊的 那個 那你現在還不知道要哪哪邊的 啊 不過你可以 這個可以討論 反正我們現在要討論出一個方 然後最後再這個方再值一次 然後六點的話 有可能 一點這個方又被推了 對對對 哈哈 那要不先值骰子 再討論細節 還是你們習慣討論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方向是要 是以零股權 然後 配合這個 借款來 讓你可以 生活沒有問題 那這個借款是 就是 假如到三年之間 都是十萬 還是我可以 提再多一點點 可以再多 可以再多 這等於是掌心的意思 不是掌心 是借款 借再多一點 對 我也是 就是掌現金 掌借款 掌借款 對 掌借款額度 我覺得不然這樣子 我們可以那個 每年借款額度提升百分之二十 今年每個月借十萬 明年每個月借十二萬 你覺得這樣子 就是 是不是就很放心 然後後年每個月就借這個 十四萬 那你怎麼有保證說 我拿了之後 拿到IPO之後 賣了股票 然後有能力去還這一半 沒有啊 因為賣股的錢一定是 這個的 借款數目的 十倍之上 怎麼可能還不出來 絕對還得出來 所以你有信心 這個還 因為我對股票真的 我跟你說 現在會發生的問題是說 如果一直沒有IPO的話 那 會怎麼樣 那如果一直沒有IPO的話 其實講白了 你就是借了一堆錢 你也不用還了 因為一直沒有IPO的話 你借的錢就是 因為我們的合約是說 IPO才要還 哦 了解 所以如果沒有IPO的話 你就是都不用還了 就你這輩子都不用還了 因為我們合約可以寫很清楚嘛 車說是我們公司要比較公開發行 然後你可以去變賣的時候 才要還這些錢 嗯 如果他永遠都不能變賣的話 那你就都不用還這些錢 嗯 對啊 所以我說這個部分 我覺得到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嗯 你說每 每年調整20% 借 借款的金額 沒有啦 不能調整20% 那個合約不好寫 就是說加2萬 每年加2萬 那個借款額度 對 就10 12 14 對對對 這樣子 OKIPO 大IPO然後賣 大概是這種概念 我真的提一次提到這樣 很酷耶 沒有說他剛剛講我才發明 他說那個全領股票 我想說全領股票也可以啦 但是要怎麼樣保障你的生活 嗯 對我們不能提一個不可行的方向 那我原本是說爆帳好像方向不對 嗯 那我會想說 如果借款的話這方向就蠻對的 因為借款的方向的話就是 對公司的帳就是很很不錯 結果公司的會計帳就會是好的 對 我可以接受啊 嗯 那不然我們來塞 塞一下這個方向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就是 等於是薪水全部是零股票 然後 數字多少 什麼數字多少 薪水就照剛剛談的那個 就是一樣的 就是 就一樣是什麼 7萬5然後直塞 然後就本來薪水全部換股票 然後 那個 公司每個月加10萬 讓他可以生活 對啊 好 就是 塞來看這個方向 啊6點啊 一塞就6 好的提案一塞就6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怎麼覺得這個骰子有點懸難 沒有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我們公司就靠這個骰子走到現在 真的假的啊 所以我們很習慣啊 就是好的提案就會6 真的沒有一次出差錯 你出差錯是沒辦法定義的 對啊 是沒辦法定義的 可能是這個決定 當初直6點 但結果確實 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有沒有這種情況 不是想像的很常發生 但是 沒有造成什麼損失 就也沒有 也沒有定義他是好還是壞 應該說至少沒有感覺壞 沒有沒有 明顯壞會感受到嘛 啊對啊 就比如說你今天 公司倒了 哈哈哈哈 對 反正有很多的明顯壞應該是感受得到的 對 就是 那目前沒有明顯壞 就是 目前 目前都是 就是 就是都看起來好像還行嘛 對 好 對 那 我比較多疑問 因為這個方法真的很超級 對 所以 合約上就會寫說 IPO 支持 就是我都可以一直這樣借 就是我們就是 對啊 我們就簽一個那個 借款給你 每月借款給你 然後 那個 就是 如果那個 反正就是 就是 這個借款是 如果IPO的話 才要還嘛 就是 那你可以 百分之百黃色IPO 一定會大於這個 那就是寫在合約上 就IPO之後的 股價的金額 大於這個的話 才需要 就是說 才需要還 那小魚 小魚的話 就是繼續借著它漲 因為 反正IPO之後 就你這個 股價是會 動的嗎 那IPO之後 如果股價上漲 漲到夠還了 那你才要還 那如果股價 就是 一路下跌就不用還 那我假如假如 真的 一直 這樣賣不出去 沒辦法去還這個數目 然後可能個人因素 可能 離開了 我假設 那這一筆錢 可以怎麼辦 是要還了才可以離開 不是阿 就是等到你賣股 就可以還了 不是阿 就是說 你離開公司還是有股票阿 就是你離開公司 又不會你的股票就不見了 就你現在不在公司 你的股票還是你的股票阿 我意思是 賣了股票 公司就不會繼續借錢給你 阿 對對對 就離開公司就不繼續借錢給你 但我賣出的股票 還不足以還給公司錢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 就是他一直就說 不需要還阿 就是等到 他漲到夠高的時候才需要還 但是如果你提前賣掉 你要自己 你還要賠 那你不要賣就好阿 你不賣就沒事阿 對啊對啊 我只是擔心 沒有因為我這個想 會想很多 擔心他可能會 我們可以之後找律師 一起討論這個合約 因為這個太創新了 就是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這個制度的阿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我本來也沒有想過這種制度 但是我覺得這個制度蠻不錯的 所以我這是第一個 你是讓我們發明這個制度的人 真的假的 對那我們要再找律師討論這個制度要怎麼變成合約 一個可靠的東西 就我意思說 因為這個邏輯是這樣的 就是 呃 我們這個制度的落實之後的結果 就會使得我們公司的員工薪資費用就可以降到零 嗯 就等下所有人現在都來簽這個新版的 那所有人的薪資費用就會在會計帳場就是零元 所以都是用股票制出 對對對 其實也不是零元啦 但是 跟零元的感受很像 對啊對啊 它是一定一種形式 對對對 因為大家都拿股票了 那你這樣財務不會出狀況 沒有 財務這樣是有利的阿 為什麼會出狀況 喔是有利的 有利的阿 因為 因為原本假設我付你薪資費用 然後 呃 你的薪資費用就 怎麼講 就是說 在會計上面就是一個費用可 然後所以我們的財報就是 純意表就是一個賠多少錢這樣 但是如果說是 現在是用這個新的玩法的話 就不會出現那個賠多少錢 我 啊 所以我們的那個 就本來假設我們一個月是賺十萬元 嗯 然後現在如果 呃 這十萬如果要付你薪資的話 就等於賺零元 嗯 但是現在如果是簽這個合約的話 我們那個 賺了十萬元還是給你了 嗯 可是我們的財報上面 就是 賺了十萬元 哦 了解 對 所以這會死的我們的 財報上面就不會有這個薪資費用了 它只會有我們把錢借給的這個人而已 這個 真的可以跟律師 研究一下 這個 非常 創新的 態度 我當時好奇為什麼會 突然想到這個方法 而不是基本的願心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要問他 哈哈 就是想到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做個數學題目 你想到解法的時候 你會想說 為什麼別人不想到嗎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可能有人會跟他 沒有啦 我覺得還是有邏輯嘛 就是說可能 可能是因為 這樣會那個利益比較一致 你可以確保你們公司這邊利益 不是 是說 就是因為你要想啊 如果股價上漲 嗯 結果原本公司進得很成功 嗯 然後股價上漲的時候 你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如果你是領薪水 嗯 但如果你是借薪水 嗯 然後領股票的話 嗯 嗯 就是 那這樣公司的那個就是 就是股價上漲就有好處 對啊 那其實這個制度跟另外一個制度很類似 嗯 就是我給你兩倍的薪水 嗯 然後你用兩倍薪水的50%來賣股票 賣股票 你會繳一堆所得稅 突然變年輕兩百萬嘛 嗯 你要繳一堆所得稅 嗯 然後 嗯 所以這就是一個爛的設計 嗯 就是我給你兩倍薪水 讓你 繳報所得稅 嗯 那我們只是捐錢給國家嘛 嗯 那沒有意義嘛 就是 也不是沒有意義啊 就是很虧嘛 就我多發的那個十萬給 我可能就兩萬就捐給國家了 嗯 那現在如果我是借錢給你的話 我就等於不用捐給國家 嗯 因為你這是要還的啊 嗯 重點是你也可以理解成是 你每個月薪水跟本來的一樣多 然後我借你一樣多的錢 然後只是我借給你的錢 讓你買股票 嗯 對 就等於我每個月借你跟你 就我每個月借你十萬塊 然後你用那十萬塊來買公司股票 的意思 就會變成是這樣的 那就是 所以就是說你工作越久我就借你越多錢 然後 對 讓你買越多股票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啊 嗯 那可是因為 這個借款的方式的話就是 嗯 就是說那個 如果我是 呃 發薪水給你 然後借款讓你買股票的話 第一個是說 會有違法的問題 嗯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跟公司借了再買股票 因為這樣等於是虛增資本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在於說 嗯 就是我這個 給你薪水還是算費用 還算薪資費用 在快樂上對財報沒有幫助 嗯 所以我現在做法是 反過來 嗯 就是說 借我薪水 我借你薪水 不是啊 就是我借你錢是讓你生活用的 就是借錢的用途是生活 然後股票是 發的 嗯 就是說因為那個 你在這邊工作 然後發給你這麼多股票 對 就是反正這是一個很 創新的設計 就是 真的很創新 對 我也沒有想過可以這樣設計 我覺得這個蠻厲害的 就是 去跟律師團 律師會大開眼界 快樂師應該也會 對 就我們公司常會發明一些新的制度 然後 律師或快樂師都會覺得說 嗯沒有見過 就很新奇 就前所未見 我們之前還有想過一個 要把個人所得證券化 這樣我就可以賣個人所得 比如說我就說以後我的 每年收入的 那個 就是百分之十 嗯 然後要分給大家 這樣子 然後就是那個 大家可以先投資 大家先給我 給我錢 就贈與我錢 嗯 對對對 就大家贈與我錢 然後以後我的 每年那個 或是我每年就是 假設所得稅繳多少 這是很好驗證的嘛 就依據我的所得稅繳交金額 然後 那個 就是我給大家等額的錢 就比如說我每年假設 要繳二十萬所得稅 然後我就說 每年拿二十萬分給這個 池塘裡的人 就是所有買我的 那個 稅錢還是稅後 蛤 不是不是就是一樣的數字啊 沒有沒有 就是說我繳給股拉多少 我就拿多少來分給這個池的人 那這樣就是一個 你就是稅後的意思啊 蛤 你就是稅後的意思 為什麼這樣是稅後 這樣是稅錢啊 比如說我一百萬 繳二十萬給政府 那我就繳二十萬給這個池子 這樣是稅錢 哦 對 是稅錢啊 這樣 對啊 我說這樣就可以把個人 收益 證券化 就是 那之前那個什麼 就是 呃 我有提出過這個啊 個人收益證券化 就是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 嗯 嗯 想要問你問你 就是 呃 你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入職 嗯 嗯 現在的第一時間會發 嗯 嗯 因為我其實還沒跟 現在公司講 我的面子這件事情 哦 跟現場出外 對啊 因為我都是通通 欸 沒關係沒關係 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這個生合約也要一些時間 嗯 我可以有多一些考慮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 你要不要提離職是另一回事 嗯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合約都還沒有升好的話 就是 也是沒 這個也是沒有成立的 呃 就是說你 就是說 就如果我們合約還沒升好 然後你就過來的話 是 對你沒有保障 對啊 對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就是 你可以那個 就是 反正你可以提離職 或是你可以 看你要跟主管討論離職 嗯 因為搞不好你跟他討論一下就說 那我幫你調薪 掌薪三萬 哦 呵呵 這樣也不錯嘛 就是 就是 拿到一個討論出外 對啊 就等於說你現在有 那你們不會覺得 今天就是浪費嗎 加入真的在練 沒有浪費啊 因為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 哈哈哈 所以 有收穫嗎 有啊有啊 我有發文制度的這個收穫 對啊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嗯 我比較好奇 其實 我好奇一點就是 因為我 那時候我跟 第一次跟 裡面試玩的時候 我覺得 我回答蠻爛的其實 我都有技術 因為那時候我 回答不出什麼很多的題目 然後我就跟那個 Keris裡面說 我覺得那應該不行 因為我覺得技術也不太好 嗯 那我比較想了解 那我比較想了解 欸你是從Keris裡面還是Edeco來的 啊Edeco 對不起 對 所以我比較想了解是 什麼原因 其實我覺得你在 如果看到你自己會 去學 你自己會去做 你自己會願意處理問題 哦 這樣子是有 我覺得這樣是 Edeco還是有機會 而且我發現你可能 就是 你對於這個東西是有 想法 你是有興趣 你會 我覺得這個時候我看到 你願意在你工作之外 有一點願意處理 啊 那 我覺得 你對這個東西有熱情 對這個東西 其實你現在已經往下了 我覺得這很厲害 了解 謝謝 那單程好想說 哇我竟然上第二階段了 哦 其實我們 很多人都會上第二階段 因為我們比較寬鬆 嗯 就我們 對技術 不是那麼重視 嗯 我們還是比較重視一些 價值觀 還有這個 就是 呃 學習的能力 什麼的 所以說我們還是希望 是找到可以長期合作的人 就不想要找一個人來 然後他是 呃 就是 嗯 他來人然後三個一五千 哦 或者說是他 那個 就是 來了他沒有辦法的成長 然後我們需要做新的事情 他就說這個我不會 哦 這樣就很麻煩 因為我們是 呃 就是 不能開除員工 對 我們的那個 公司憲法是 不開除員工會員工 所以是輔導轉職 或是 那個 就是 所以你真的有做過輔導轉職 介紹他去別的公司這樣 我不是說有啊 有啊有啊 就不是說骰三個一 就碰到轉職 哦 而且我們很多自然轉職的 結果很多人來我們公司 坐一坐之後 就會別的公司高興挖腳 也很常見 哦真的哦 嗯 所以你們有碰過 你們這個人能力 真的很喜歡 但他只 只成了一 有這種 情況嗎 嗯不可能 不可能啊 通常都是那個 面試越長的 越容易骰高點這樣 我們剛剛算長嗎 算長 哦真的哦 然後那種講兩三句 又不行的 大概都 就是 就不會六這樣 就可能都骰個 三啊 一啊 什麼 好酷哦 對 反正就是我們的經驗就是 很少超過一小時 然後 骰 這個 低於三 就三以下的 就是 就講了一個多鐘的時候 骰三點的 我沒有見過這樣 我剛才講了快兩個小時 對啊對啊對啊 我是說就是 沒有見過那種 講很久 然後骰一 骰三點 就是 之前有 最差最差的應該是 四點 就叫什麼 面試兩小時 然後骰了四點 哦 那是最差 對對對 那那個就也 也不行 沒有他後來三個月都在 就六了 他真的三個月再來 然後直接 三個月來直接骰 對 然後就六點 嗯 就是 反正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睡其實是 這樣子的 所以我剛剛五還算不錯 五還算不錯啊 對啊 五的話就是要想一個 新的配件給他 哦 就是 就是說那個 有很多是 第一次骰五之後 抬了一個新的配件 然後就六了 嗯 就像剛剛那樣 類似 對 好 了解